你看所以就是这样来的 那关于这个POA 就是我们会说 我们怎么来警惕它呢 当你感觉到在一个关系里头 你的自我感觉越来越糟糕 你就会越来越不喜欢自己 觉得自己越来越差 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定义为 这就是一个POA现象 应该在你们之中 有时候对方可能是无意的 他并没有接受过这个POA的训练 有时对方可能是有意的 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 假如你在一个关系中 越来越不喜欢自己 那这个关系你就可以后退了 就像我前面讲的 它是一个滋养性的关系 还是剥削性的关系 这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我们基本上在讲 在恋爱上 特别想说 特别对女孩来讲 如果对方找你借钱 而且借他不是一次两次 就是说还不简单 那你就要提醒自己 你可能已经进入POA状态了 更严重的是身体上的伤害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如果对方找你要一种证明 通过你伤害自己的身体 来证明你是爱他的 那碰上这种人 就是都得要离开 假如自己离开不了 那么就要告诉自己的家长 告诉自己的老师 或者去找心理老师 让其他人来帮助你 如果再不行 如果对方很恶劣 那现在曝光 找媒体 在微博上曝光 都是一些办法 要必须保护自己 我们得明白 世界上只有一个自己 如果你还不好好爱护自己 还等待着谁呢 是吧 所以个体大于关系 当一个关系 对自己是构成这样的 一种折磨 否定POA的时候 就是毫不犹豫地去斩断 好的好的 谢谢伍志宏老师的耐心讲解 伍志宏老师您好 我是王雨昕 来自大连外国语大学 现居辽宁本期 我是您的粉丝 也和您一样都养了猫 我想看到你的猫了 是一个不让我们的产食观 但近段时间 我们看到了许多虐猫的事件 甚至这已经成为了一条黑色的产业链 我真的觉得无法理解 这么可爱的小动物 为什么会有人用这种凶残的方式来对待它们呢 您觉得这种扭曲的心理 是怎么产生的呢 谢谢您的问题 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很痛心的现象 解释的话 就是理论上是这样来解释 像这样虐猫的这些人 他们在虐待猫的时候 它们给猫构建了一个关系 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 在虐待一个弱小无助的这个小动物 那这是我们可以推理 可能在这样的人 在它们的童年 它们有构建过这样的关系 它们是弱小无助的孩子 它们被抚养者给虐过 就所以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讲 就是可能是它们的内在父母 和内在小孩就是这样的关系 当然这个内在父母应该准确来讲 叫内在的养育者 就比方在它们童年 养育它们的人 有可能是父母 有可能爷爷奶奶 有可能其他人 在虐过它们 在它们内心中就感觉到弱小无助 它们会构成一个很矛盾的部分 其实以我的了解 这样的人看见小猫小狗的时候 它们也产生一种恋爱 但是当它们就产生恋爱的时候 接着就产生这样的冲动 它们想去虐这些小动物 就相当于当年它自己一样 它处在弱小无助 很可爱的状态的时候 当它想去靠近大人 结果大人过来虐它们 所以它们就相当于 把自己当年的这些东西 转嫁到小动物的身上 但是我特别想讲这样一点 我们这样讲解 这样并不是说 因为对它们构成的理解 就要对它们构成一种开拓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实际上很多人是有良知 是有自我控制能力 但是他们心中 有这么一种破坏的欲望 所以无论心理学怎么去解释 怎么去理解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法律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能现在还没有法律 去对它们进行一个 非常明确的惩罚 就是我很期待 中国能够完善这样的部分 把这些人 给它们严厉地行使惩罚 甚至如果特别严重 我觉得真应该关到监狱里 期待着中国有这一天 因为我作为这个爱猫 我看到你的猫是吧 我家也过去养过很多猫 就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 这个双向情感障碍 就是我们也把它称为 叫做造狂抑郁症 是吧 或者是真的是 比较严重的抑郁症 双向情感障碍 如果就是确诊的话 需要药物治疗 这个造狂症在造狂的时候 它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这处在全能自恋的角度 但是当它抑郁的时候 它就崩一下 就掉到这个最底 就它觉得自己 一不十出 啥都不是 我们可以说 这就是这个 当它自恋的时候 它有自恋的一百分 当它抑郁的时候 它有这个自卑的一百分 它就直接这样上去下来 而且没有中间地带 它也不好相处 但我们会说 知道了解一下 它们的情况就好 但你不要指望 你能够改变它 可能它们真正的改变 是要交给专业人 去找到自己 有感觉喜欢的东西 试着在那儿 创造出一些东西来 要好好地善待自己 然后要鼓励自己 这些看起来普通的 就是一步一步的前进 每一步都很珍贵 当我们能够 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是自己的创造知识 都会讲到 可能在关系中 不能够做一个真实的人 然后感觉到 做真实的自己 可能是不会被欢迎 这是我会喜欢讲 经济分析的一个基本概念 其实主要它的 它的核心概念 是讲攻击性的 所以我们老讲做自己 老讲做自己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其实我们能够在 这个关系中 表达自己的攻击性 弗洛伊德是这样说的 他说当一个人 不能够自然地 或者合理地 表达自己的攻击性 他就会生病 他说他生病 就会生心理疾病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退缩 之所以不能够 进入到关系的世界 是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在退缩 我们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头 是可以做自己 就比方家里头 你爱怎么摆怎么摆 爱怎么弄怎么弄 你觉得很自在 但是一进入到关系 一进入到和人相处的时候 需要让这个攻击性出来 但是我们就会觉得 攻击性一出来 要么就会伤害到别人 要么就会被报复 被攻击 我们掌握不了这个尺度 这个时候就会 觉得就要退回来 所以这个基本的理念 和刚才那个 说的是一样的 就是做真实的自己 就表达自己的 真实的喜怒哀乐 就表达自己的 真实的爱恨情仇 一开始可能很有挑战 但是你逐渐地体验到 原来这样是可以的 然后你就会 就是OK 就活得好一些 有一个经济飞机大师 他叫比昂 他是这样说的 人家活得爽一点 当然我说的 这个语言特别俗 但是他是一个 非常优雅的 这个英国绅士 他的这个表达 非常的复杂 但基本上就是 当一个人能够 痛痛快快地 表达自己的爱恨情仇的时候 他不仅自己活得爽 他也会收获很好的关系 当一个人 不敢在关系中表达 就是爱恨情仇 总是这样憋着 他会自己活得很不愉快 同时他也不会有 好的关系出现 所以这是一个 基本的部分 所以大家要试着 活得勇敢一点 吴老师你好 我和老公 本来生活很幸福 但是因为要照顾宝宝 所以婆婆呢 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了 我很感谢婆婆 过来帮忙照看孩子 但是同时也产生了 很多后续的问题 就是我们生活习惯 和消费观 教育观呀 都完全不同 经常会有争执 而我老公呢 总是站在婆婆那边 不帮我 我真的觉得呀 相当生气 您觉得我该怎么办呢 为什么我老公 不能和我统一战线呢 这真的是 经典的中国式问题 大家一定要明白 婆媳关系 是一个中国式问题 你看这个 就是其他国家的电影电视 其实真的很难看见 而且这位朋友 他讲的是 我们的生活习惯 消费观 教育观都完全不同 尽量会有争执 但是他里面没有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 这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权力 婆婆到了这个儿子的家里 那么谁是家里的女主人呢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其实非常简单 婆婆来了是客人 她如果把自己摆在客人的位置上 就好很多 但是她如果她来了 她觉得这是我儿子的家 我是婆婆 你的媳妇 所以我是主人 所以我是主人 那这个婆婆就是媳妇的灾难 我必须得说用灾难来形容 就是这不是我仇视中国的婆婆们 就是因为这是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说这是谁的家庭 谁是家里的女主人 那这样一问我们当然很清楚 这是儿子媳妇的家庭 当然媳妇是女主人 但是很多婆婆来了 就觉得第一个 我是我长辈 第二个因为重男轻女的传统 都会觉得我才是那个女主人 那这样一来 其实就是 这叫纠战雀巢 是吧 所以这是婆媳关系的根本原因 讲到这儿我要讲一下 这是我常见的一种事情 那我会对这样的男性 做一个严重的警告 在我的咨询之中 我见过的这些离婚案 60%源头都是这样的事情 看起来最终是出轨导致的离婚 无论是男人出轨还是女人出轨 但是这个源头其实都在这儿 如果真的要在这儿一起住 婆婆得知道自己是客人 就是要摆成客人的这个位置 一下就会改变了 另外我提一个建议 建议就是 当生了孩子之后 如果你们想请婆婆 或者请自己妈来 有些事是 那个媳妇想请自己妈来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婆婆 自己的妈妈战斗力非常强 不打目的不怕羞 就是一点点小事 她可以闹得翻天覆地 喂 你有点求生欲好不好 不要请她们过来 所以空间上的隔离非常重要 吴老师您好 我有一个不太好的毛病 就是我感觉我特别容易嫉妒别人 甚至当我好朋友 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 我都不能真心祝福 而是会想 为什么这么好的事情 没有发生在我这儿 我理智上知道这样想 特别不对 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 我真的觉得很苦恼 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讲的嫉妒 就是或者 就是心理学这样来讲 有一个根本的人性 就是自恋 自恋的时候 自恋也被称为叫做 权力和力量 当我们活在自恋的感觉的时候 就是我们主要是感知 这个高低强弱 感受这么一种东西 当我们活在严重的自恋状态的时候 这个嫉妒心理就会出来 因为当别人比自己强 就意味着对方在这儿 而自己在这儿 然后这么一种高低强弱 这个感觉就让自己感觉 我很差 我不如对方 所以就想把对方的好东西拿过来 这样改变这个局势 而且会有这样的情形 这里面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 是我们看见 嫉妒心特别强的人 会存在这个情形 其实你还没有分出一个我和你 我会觉得就是你的东西 我的东西 我们有一个边界 我们没有这个边界感 再有一点就是 其实嫉妒心特别强的时候 还有一点 你想拥有所有的好东西 这时候你还不知道 我想要什么 我这个人想要什么 而出于自恋 甚至全能自恋心理的驱动 你想拥有所有的好东西 然后其实就是像 以我所知 不仅是不能够就是祝福好朋友 就身边任何人有一个优点 自己都想占据 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就会导致 第一个自己很累 第二个没有办法去出现一种区分 就是我想要什么 我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就变成我想要一切 其实这个答案前面我们也回复了 对这部朋友来讲也是 他需要去描定 到底我想要什么 然后不可能拥有所有的好处 你只能就是拥有一些特定的好处 而且还有这样一个特点 最初的时候我们想占有一切 我们设想是100分 但是当真的逐渐地发展的时候 你发现 当你60分的时候 你感觉 哇 原来是这么的好 所以实际上当想 嫉妒一切 想拥有一切的人 通常是还没有品尝过 拥有60分的东西的感觉 实际上当真的拥有60分的时候 就发现好了很多 另外特别想说的是 关于这个嫉妒心理 其实最重要的做法 就是在那 就是我能够创造一些好东西 我能够拥有一些好东西 当有了这种感觉之后 而且你品尝到了 拥有一个具体的好东西的感觉 比方60分的这个感觉 然后你就觉得 不再去想 非得去要100分了 接着这个疗愈 经常是从这儿来 吴老师您好 我中学时有个同学 成绩特别好 人缘也很好 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小孩 然有一天 我们发现他其实有偷窃屁 他自己有一个小箱子 装的都是他从各个寝室 或者小卖部偷回来的东西 后来他退学了 我们没有再联系 但这件事给我触动很大 我很好奇 一个看上去这么好的孩子 为什么会有这种偷窃的癖好呢 这是非常有趣的部分 我想这是心理学 特别迷人的部分 有偷窃屁的孩子 其实通常他的家里头 是有这么一个人 家里有一个义正词言的 这么一个道德君子 就是他家里会有一个 特别特别讲道德的人 然后这个讲道德的人 要求他作为一个 绝对正确 绝对好的人 结果他不仅道德上好 成绩上又好 然后构成了一个 这个完美的一个人 但这个完美的人 因为不是我想要的 不是我想去做的 所以他是假的 当他活在这个虚假的感觉的时候 他非常痛苦 就是别人都说你真好 但他感觉到空虚虚无 他感觉到就是自己不存在 然后所以他们内在 有一种部分 他们想去就是和这一部分对抗 然后他们就觉得 这部分是假的 而这个偷盗才是真实的 就是所以他们要去 做这个偷盗的事情 干嘛呢 做偷盗的事情 而且你看到 偷的并不是贵重的东西 是不是 所以这叫做偷盗屁 当然也有人会偷贵重的东西 但经常是偷盗屁的人 偷的都是为不足道的事情 他就以此来戏弄那个 就是充满道德感 义正词严的那个父母 也包括戏弄那个自己 其实这是一种 想追求真实的 就是一个努力 其实就是 他们想用这种方式 要对抗自己 那个虚假的 完美的自我 所以这是我们最终 也会说的一点 我经常会说一点 真实生活完美 如果我们就是活成了一个 看起来很完美 很好的样子 但是你感觉到自己 活得很不自在 很假 那你就明白 就是那个 并不是真实的自己 而且那个 也不会让自己 吸引自己 自己总想去 把那个给破坏掉 那真实就是 按照自己的感觉而活 在我们社会中 这种现象非常常见 就很多人 活成了一个正确的样子 但是失去了 真实的自己 所谓正确的样子是这样 就是别人的眼睛 就是别人的目光 别人的要求 其实它像一个面镜子 我们想从这面镜子里头 看见自己是谁 这本来是人之常情 但是这些镜子 也不断地跟你说 你别按照你的感觉去活 就是按照我们的期待 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活 就首先从父母开始 就是结果当我们 这样活的时候 就真的是活成了 他们的样子 他们期待我们的样子 我们就失去了自己 失去自己会怎么样 这种现象非常常见 比方说你现在看上去 状态还蛮不错 现在很年轻 但假如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可能自己活得越来越好 还越来越成功 就是越来越有用 在别人眼里 但是自己感觉 非常的难受 非常的难过 感觉得越来越抑郁 越来越虚无 甚至有人会因此自杀 当然就是 还有更多的人 是吧 我想绝大多数人 只是觉得自己 活得有些空洞 活得有些无聊 不至于走到这样部 所以对这样的现象 就真的会说 要做真实的自己 当然真实的自己 很多人会说 我们当然知道 每个人都想做 什么叫真实的自己 其实就是 不是停这 是吧 就停这 就是听从你的感觉 但是讲到这 很多人还是会说 哎呀 我好像经常不知道 自己的感觉是谁 但是以我目测的话 我就看你 你绝对会知道 自己的喜怒哀乐 你绝对会知道 自己的感受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所以试着去 追求这些东西 先从比较小的事情开始 就像我一再讲的 吃喝拉萨睡玩 就是学习 各种各样的部分 先从这些东西开始 当逐渐地累积一些感觉 再试着在这个 大的事情上 但是假如你特别清晰 就是比方在婚姻恋爱 工作各方面 你特别清晰 那你就去追随 自己的感觉 勇敢一点 OK 所以其实我有在想 与其拥有过再逝去 和从来没有拥有过 哪个会令人更好受一点呢 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 那些痛苦的负面情绪呢 谢谢你的问题 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可能很多时候 也不是那么容易回答 但是我想先有一个简单的 这个逻辑上的回答 逻辑上的回答是这样 当然是拥有过 在失去 要胜过 从来没有拥有过 因为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子吧 这个喜怒哀乐 得得失失 高低起伏 这就是人生 可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来体验这一些爱恨情仇 特别是情感的部分 而且还有一点特别重要 就是 我想到我的一个朋友 他跟你遭遇同样的事情 那么很多人过来安抚他 结果他的一个朋友 给他说了一番特别好的话 他说 其实所有的爱都没有失去 其实你也知道是不是 这是父亲离开你的 但是这个所有的爱都在你这 还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在这 什么这些东西都在你心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父亲并没有离开你 他是身体离开了你 但是这个爱 他的各种各样的回忆 各种各样的体验 都在你的心里 这也是 你的这个样子 你的这个神情 你的这个体态 你的这个活法 都有他的一部分 所以 记住这一点 所有的爱都没有失去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就是现在社会上 大家对妈宝男的讨论也非常的多 然后就我闺蜜而言 他的前男友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妈宝男 他做什么事都要和妈妈说 而且还会完全的听妈妈的话 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 这里我就想请教您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 妈宝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然后还有 如果不幸 我的男友是一个妈宝男 我可以做些什么 能够改变他呢 这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是吧 就是首先 马宝男可能一直都非常常见 就比方说我们知道 著名的历史上的青官海瑞 他就是马宝男 那么看到在座 有几位男士是吧 然后我们的听众 有的男性更多 我会这样说 你看他谈恋爱很难避免马宝男 但是你要给马宝男打分 你看给他打得多少分 假如这个六七十分 这还行是吧 毕竟还有别的品质 他还可以接受 但如果他达到八十分了 要好好犹豫一下 那么对男士来讲 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是马宝男 你得想办法脱离妈妈 我其实不仅是那个男孩 女孩存在这个问题 我自己发明一个词 叫做母爱包围圈 可能很多人都活在 这个母亲包围圈里 就是母亲控制着 自己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这样讲 我也知道很多妈妈 对我也特别的生气 特别的恨 但是我想这个 我还得说出来 无论男孩女孩 都得完成和妈妈的分离 就是本来这个分离 在三岁之前 就基本上就要完成了 结果在很多中国家庭 一辈子都完成不了 所以到了成年了 那是必须要完成 完成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身体上分离 比方说到外面读大学了 或者就是空间上分离 不再住在一起了 是吧 在一个意志上的分离 意志上分离就是 妈妈是妈妈 和儿子是儿子 女儿是女儿 不能说都是妈妈说了算 吴老师你好 我是来自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的孙明 我有一个问题 想要请教您 就是我家里家教比较严 然后父母管的也比较多 在报考专业的时候 我也是听从了父母的意见 他们认为女孩 学师范比较好 当一个老师踏踏实实的 然后就给我报了师范专业 但其实我自己不喜欢 也不适合这个方向 目前我自己的计划是 年底去参军回来以后 再转到自己喜欢的专业 但是家里人依旧不同意 我们也一直有争执 所以我想问您 您是如何看待现在父母 直接规划孩子人生的 这种教育心理 以及我该怎么做 才能改变他们呢 所以这种现象 也非常常见 父母就好像觉得 自己有权利 帮孩子安排生活 而且以前都已经 高考报志愿 这么严重的事情上 而且已经长大了 他们觉得还是 他们可以说了算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那么关于这个呢 也是曾吉彭老师 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他说父母如果 老替孩子做决定 他们就活得很爽 他们把孩子的人生给活了 但是孩子就死了 所以父母都知道 当这样做的时候 是在杀死孩子 我想你有这种感知 你想改变 你也想为自己 争取一个活的空间 所以这样的争取 是很有必要的 另外你想到 怎么让他们改变 心理学是这样讲的 谁痛苦 谁在想改变 如果痛苦的是你 他们不痛苦 他们凭什么改变 所以是你需要改变 而且改变的过程中 可能会制造一些痛苦 会让他们感觉到很痛苦 然后他们才会发生改变 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 比方说 有很多人说 我想让我的家人 去找心理医生 或者什么 我们就问谁痛苦 他说我痛苦 那该来的是你 所以得明白这一点 当然我想你已经为自己 找到一个方向 你的父母让你学师范 其实你看到 你想做一个 跟他们截然相反的事情 你想去参军 这也是我们想活出自己的时候 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我们是所谓的叛逆 当然这个叛逆 其实你是想通过 故意跟他们做相反的事情 以此来证明你是你 但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问问自己 你这只是为了 和他们对着干呢 还是你真的由衷地热爱 残军这件事情 是吧 如果你是和他们对着干 虽然给自己 撑开了一点空间 但是其实还是 为了和他们对着干 他们还是严重地影响着你 所以这时候 你真的要问自己说 什么事是我由衷想做的 那么像这样的时候 我会经常给大家提建议 我这个建议 你看 当然我提建议的时候 我也有点紧实 要不然我也变成父母了 像那个基本的策略 这个策略就是 试着先从小事上 找到自己的意志 找到自己说了算的空间 比方我经常讲 吃喝拉撒睡玩 就是这些看起来 很普通的事情 特别在中国 经常围绕着吃饭 这件事情上 就是你可以试试 在那些看起来 普通的事情上 坚定地你说了算 假如过去损失空间 特别严重 你就试试 在至少三件事上 这样做 而且一般来讲 做到并不容易 假如你被控制得很厉害 比方设想第一件事 你可能一个月未必能赢 就这可能还是要不断的 你可能要三个月 甚至说不定要一年 但是用这种方式 你表达了一种 很坚定的态度 你再不退让 这是我的人生 就是我要说了算 我也为此负责 通常在这个小的事情上 不会引起 特别激烈的矛盾 所以就是父母 也不是特别严重地 产生彼此之间产生敌意 通常 以我的理解 假如父母不是很严重 可能你在一件事上 做到了 给他们拉开空间 就是你的人生 你的意志 你说了算 他们就会后退 但是有些父母 可能很严重 可能需要你三五件事 就试着在这种事情上 这样做 而不是在这个标志性的事情上 崩一来 就我自己会说 试着从小事开始 其实难度一样不小 这是我的通常一个建议 或者就是 如果你非要想去参军 你要问问自己 那是你愿意的吗 如果既能和他们对着干 又是你愿意的 那这个事也可以 但是假如仅仅是为了 和他们对着干 你要警惕这种动力 好的 谢谢吴老师 不客气 吴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北京物资学院的 流水幽兰 在我的认知里 爱情可能来源于 一见钟情 或者日久生情 但我前两天 在网上看到了一个 特别有趣的 爱情心理学实验 就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人 在互相回答完 36个问题之后 就会迅速地产生一段亲密关系 甚至能够爱上对方 我很好奇 36问既不属于一见钟情 也不属于日久生情 像他这样的爱情的捷径 就存在吗 他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关于这个实验 我也知道 就是问完彼此的38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看那38个问题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那38个问题都非常普通 是吧 其实那38个问题在干嘛呢 其实就是在说 我是谁 我在问你是谁 而且问得非常具体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结果就是所谓的 在这个实验中的一见钟情 那个不叫一见钟情 那其实就是通过这38个 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非常落地 非常具体的问题 让这两个人增进了了解 结果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有这么一个推理 可能任何两个人 如果很深地了解了彼此 都会爱上彼此 他只不过是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问了这38个普通的问题 让大家达成了一种了解 所以那个时候 甭一下产生了一些感觉 其实这个已经不叫一见钟情了 一见钟情是根本 都没有这38个问题 看你一眼就觉得不行了 这叫一见钟情 那个呢是经常是 要么是童年的一些轮回 很深的这种感觉带来的 而且通常是这样 一见钟情的程度越深 但我不能说一定是个定律 一见钟情的程度越深 其实越需要一点警惕 因为经常一见钟情 是童年的情节的再现 比方很多人是 自己的父亲非常暴力 结果他就是 这就容易产生两种一见钟情 一种一见钟情是 再看见一个很暴力的男孩 你会觉得哇他好有魅力 虽然其实对父亲很反感 很讨厌 但是你看见那个 另外一个人很像父亲 被他吸引 要不然就变成另外一种 可能从小就发誓 说我也找一个 跟父亲相反的 结果看见一个脾气特别好的 也会对他一见钟情 这都是就是基于情节 情节就是想象 就是我蹦一眼就怎么样了 但是刚才那个实验 其实就是一个具体的了解 只有我们讲 就是在恋爱中 可能特别重要的一点是 感觉很重要 因为没有感觉 俩人没法谈是吧 但是当有了感觉之后 还得要有这个非常具体的了解 了解才能够产生真正的爱 假如在一起根本就没有了解 那这个爱经常是想象的 好的 谢谢吴老师 吴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苗婉琪 我挺宅的一个人 所以平时我的生活中的朋友很少 我的朋友都是在网上结交的 所以特别想问一下吴老师 怎么才能在真实生活中打开自己呢 我们之所以宅 宅的原因非常简单 原因是我们觉得我们进入到关系之中 不能够做自己 当我们不能够确保在关系中 是真实的活着 是做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想从关系中后退 一个简单的衡量 就是我们在关系中自在 如果不自在 我们就想退回到一个人的世界里 因为一个人的时候自在 所以所谓的自在 就是自己和自己在一起 那怎样才能够 就是在这个现实中活得不窄 就是道理说起来特别简单 就是在关系中表现真实的自己 就比方说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平静 能够鉴定地捍卫自己 有时候有些不舒服要表达出来 这真的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在社会中 各种各样的POA现象非常常见 特别是所谓的 打栽恋爱的名义 是吧 这个各种各样的炮穴 我觉得那真的是 非常恶劣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知道 就是现在很多这个炮穴 也包括它的相关的自媒体 也都被关掉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POA为什么这么盛行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部分是 因为在过去的家庭和学校和社会中 POA非常非常常见 因为当父母无情地否定 打击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就是对孩子的POA 当老师对孩子永远都是批评的时候 一样也是这样子 当一个老板对员工 也是永远没有认可 只有批评和否定的时候 其实都是POA 因为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环境 特别是在原生家庭里头 我们习惯了这样的部分 很多人会这样说过话 很多人说 我这辈子都没有当面听过我父母 夸过我一句 所谓的话 一定的类伴 них重work 每天都有 辛惠 幸运 入业 人